欢迎大家观赏这期的中美开战 中国的舰20对阵美国的S-35垂直隐身战斗机 全世界第五代的隐形战斗机在中国的东海发生插枪走火 这是全世界第二起隐形战斗机开战 自此之中,俄罗斯的苏-57也曾经与美国的F-35 在叙利亚上空曾经销售过 这是全世界第二起第五代隐形战斗机发生插枪走火 发生在近日中国的东海部分 中国的歼-20正在执行空中预警 其伴随的飞机是中国最新款的500空中预警飞机 现在我们谈谈歼-20与F-35战斗机两个的不同 首先,歼-20是采用两个发动机 而F-35是采用一个发动机 区别就是单发与双发之间 而且,中国的歼-20隐形战斗机 它的最高时速是2600公里 相比之下,美国的F-35隐形战斗机 它的最高时速是1800到900公里 所以,美国的F-35隐形战斗机 曾经有一个绰号叫肥电 就是,它飞得并不快 一旦被中国的歼-20飞机盯上 它就无法逃跑了 去年,美国的军方曾经发言要让中国的空军感到害怕 在空中中 而中国的空军副司令黄伟曾经发言说 让我们的战机在云端中相见 而我们想也想没到 这场全世界第五代隐形战斗机 这么快就在中国的东海发生了 由于F-35以俄罗斯的苏-57在叙利亚上空的空中隐形战斗机交战 没有得到双方官方的证实 所以,这场中国的歼-20以美国的F-35 是正式成为全世界官方承认的 全世界第五代隐形战斗机真正交战的事迹 美国的太平洋司令威尔斯巴赫 在近日接受采访的时候 曾经发言 中美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 在近日曾经发生超过一次的近距离的接触 与擦枪走火 不过他没有透露出 美国的F-35与中国的歼-20具体发生擦枪走火的时间 巴赫说 这次我们发生冲突位置在中国的东海 我们的F-35与中国的歼-20接触 发生的距离非常近 他从这次的交手给中国的歼-20给非常专业 相当高的评价 他说我们看到中国的歼-20属于非常高端 非常专业的飞行 巴赫最新的表态说 这不是一个纯粹的执行空中任务 双方的擦枪走火 而是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 就是说中国的歼-20要测试 美国的F-35的作战能力 所以故意采取一次真正的对抗式的擦枪走火 走进美国的F-35 瞧瞧它有多大的年耐 中国曾经报告 中国的歼-20已经布置在中国的东海部分 所以它出行的概率相当的高 同时美国有大量的F-35 布置在日本的美国美军部队 所以双方的擦枪走火是必然的 所以双方中美的战机在中国东海发生擦枪走火 是非常有可能的 百分之是99.99 只不过谁也没有想到 这一天来得这么的快 而且美国司令曾经发言 最近之前美国曾经在中国的东海 折损了一架F-35战机 这次巴赫尔的发言并没有自吹自吹 肯定的是 美国的F-35与这次歼-20的交锋 并不占到任何的好处 而且吃了不少骨头 所以给中国的歼-20这么高的评价 所谓狭路相逢有者胜 可见这次中国的歼-20是具备了一定的实力 在这次的三方的交锋 美国的F-35一个照面就被中国的 又是中国的歼-20属于最新的 是全世界五代引擎重型的战斗机 速度更快 航程更大 中国的歼-20最高速度 曾经达到2600公里之上 而美国的F-35它的最高速度 只是在千巴左右 所以之间的差距是相当的大 而且中国的歼-20航程更大 美国的F-35它的速度一直是属于弱项 所谓以美国的F-35曾经有一个组号叫做飞电 这不是吹出来的 所以美国的F-35根本没有发现到中国的歼-20 一旦被中国的歼-20死死的盯住 就完全甩不掉 这正如传闻中的乌龟被兔子盯到 乌龟怎么跑得过兔子呢 至于在这次的擦枪走火中 双方随更占优式 没有具体的发言 在巴赫的发言中 可以感受到它有一定的不服气 就是歼-20完全控制了F-35 而F-35完全处于下风 为什么巴赫强调中国的歼-20 在执行空中任务呢 这就是证明了当时美国的F-35 是赐了中国的歼-20的亏 所以他就要再三的重复的声明 中国的歼-20在执行空中任务 而美国的F-35并没有执行任何空中任务 所以会在机动性比较差 所以在机动性更占优势 他非常欣赏中国的歼-20的空中 指挥技术与歼-20飞行员的数字 在体系化的作证之下 美国的F-35与中国的歼-20面对面的时候 中国的歼-20面对美国的F-35 可以完全发动了先发制人 所谓先下手为强 中国的最新的疫情机500 先发现了美国F-35的中计 所以让中国的歼-20收到信号 马上钉死于美国的F-35战斗机 而美国之中美国的空中运机机 并能够侦测到中国的隐形歼-20的战斗机 所以可以发现双方的疫情机都有超过一代的差距 就是说中国的500疫情机是采用更高的科技 属于最新的科技 而美国的疫情机属于上一代的科技 所以双方在空中执行的时候和指挥上有一定的差距 双方的落差已经差了一代 所以说在协同作战中发生了最大的作用 这个歼-20的战斗是跟着中国的疫情机500 而发挥了执行空中战斗以及空中任务 巴赫也是曾经战赏中国的疫情机500 发挥了最大的功能 他说中国的战机的超远程对空的导弹 得到中国的空警500的协助 这简直是如釜天意 如何打伤这种杀伤链 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 这显然在疫情中 中国的空中疫情机500 以中国的歼-20已经采用了协同作战的模式 这为中国的歼-20产生了如釜天意的功能 提供识别服务以及分配目标 所以我们不妨猜测中国的歼-20以美国的F-35在这次的插枪走火之中 美国的F-35根本没有发现中国的歼-20 而歼-20已经死死的盯住了美国的F-35 已经咬住了F-35的尾巴 让它跑不掉 很有可能是中国的疫情机500很快的发现了美国的F-35 而把目标位置发配给中国的歼-20 中国的歼-20迅速的做出反应 所以美国非常为这次的交火感到非常的紧张 因为中国的歼-20在得到目标之后 它完全可以通过远距离的发动主动 雷达制导的空中的霹雳15的空对空的导弹 置敌一千里之外 美国的F-35战机会马上挂掉 歼-20的隐形战空机的隐身功能 目标的探测能力 中国的疫情500的探测能力 以霹雳15的最大最深的空中远程的攻击 空对空的导弹能力 简直可以让中国的空军成为全世界的武林盟主 所以天下的武功唯快不过 所以中国的歼-20可以称霸全世界的空中领域 引甲于美国的F-35顶身战斗机之上 这中国的最新的三维一体的截同网络作战平台 让美国大刺一惊折磨中国的作战指挥系统网络作战平台 凌驾于美国之上 可以说中国的作战网络平台已经在最新的平台上属于更高的第三平台 而美国的作战平台是属于第二代上一代比较老旧的第二代的作战平台 这让中国的霹雳15的空对空的远程导弹 发挥了最高的性能与攻击能力 三维一体的网络作战平台 让中国的歼-20发挥了最高的零零尽致的最大的水平 巴赫死咬住不放 说美国的F-35并不处于下风 不过从他的发言对话之中 可以看出F-35已经吃了不少中国歼-20的亏 当时美国的国防部长盖赫 发现中国的歼-20是非的时候曾经夸言 哎呀这不是什么东西 结果现在中国的歼-20的研发 已经超越了美国的F-35 真的是所谓念五不分先后 达者为师 这简直是对美国军方的侮辱 现在距离中国的歼-20的首飞已经超过了十亿年 中国的歼-20在技术层面与战术层面已经一路高歌 猛烈前进 从手装到猎装已经批量生长化 达到了全世界的异曲下角式的成型 以现在的局势来看 中国的空军就是对美国的空军摆了一个龙门阵 所以在这场鸿门验中 让美国的F-35吃了不少的亏 这就是说中国的歼-20可以出现在中国的东海 它就可以出现在中国周边的任何一个区块之中 比如西藏公园台海方面的等等的区域之中 所以曾经询问过解放军2021年 毕竟中国台湾的空域首额后 有没有中国的空军曾经说出 次数非常的多 不止一次 中国的歼-20曾经多次飞过台湾附近的空域 而且台西台南的空域之中 来应付美国的特种部队的特种飞机 有可能是F-35等类的飞机 在海峡的南海的抵近侦察行动 显然是现在最实行的反制行动 而美国的F-35来台湾 谢谢大家收看这期的中美开战 美国的F-35对阵中国的歼-20隐形战斗机 在中国的东海部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在下一期的中美开战第二集中再见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出兵 灵灭不畏残力 无伤肯定 啊 看哪 傻孩子燃起了火堆 啊 看哪 傻孩子笑着回手术 我在这里 我真诚的呼喊 我在这里 这风荡的宇宙 谁睁开眼看见我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作为 道德佳祥能力 抱歉只能致尽 究竟何为了你 只想风景替代爱意 到底是个无声明 无人连都看见 时光难尽相悲 冷不及 啊 看哪 无竟心花了才一点 啊 看哪 傻孩子开启下雨 啊 看哪 傻孩子开启下雨 啊 看哪 傻孩子开启下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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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孩子开启下雨 I don't want to show me You won't go all out to me I don't want to show me I don't want to show you I don't want to show you